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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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酷了 虽然说话说得少 但是每句话可都是经典哦 在歌迷苦等了六年之后 歌手王妃终于宣布付出 昨天王妃2010巡回演唱会正式启动 王妃本人将会亲自到场 这吸引了全国近百家媒体争相报道 背着长枪短炮排着长长的队伍 昨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家媒体早早就等候在会场外 有的甚至还提早到场了一个小时 由于人数众多加上主办方安排不力 很多媒体在进场时就遭遇了难关 必须忍手一张情景才能入场 上百名记者只能这样挨个被放心 尽管场面一度混乱 但为了能拍到天后付出的首次亮相 大家也只好暂时忍耐 就请用最最热烈的掌声 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 天后王妃 在哭等了一个多小时后 身穿红黑色礼服的王妃 终于脚踩透明人自脱缓缓上台 并向大家挥手致意 短短一句久违了 似乎倒出王妃六年来的心声 而此时坐在台下的媒体 也早已准备了一大堆的问题 想要问王妃 不过向来少言寡语的她 并没有给大家这个机会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王妃依旧将自己虚子如君的个性坚持到底 我们这次这个票真的是很难买 我想问一下天后有没有一些秘诀 可以传授给我们 买票买不到现在 什么秘诀 买票的秘诀 买票的秘诀 我不知道 我没有秘诀 我没有秘诀 预售额达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八万 恭喜十天时间 你刚刚小心在念什么 大眼说一说 这个数字 什么一千八百八十 这么准吗 没有 比这个多 比这个多 只会我们凑了一个经常数 其实比这个多很多 两句应付主持人的提问 一句开场问候 折服六年的王妃复出 登台一共三句话 让台下九等的媒体颇为失望 不过王妃可不管这些 纵然是自己演唱会的发布会 不爱说话的她 就是不愿意再多开金口 你要不要再跟大家说两句 不说 那就好好准备自己的演唱会 不仅发言创纪录的少 就连王妃从出场到下台的时间 粗略估计也才短短八分钟 让这场发布会 正为有史以来用时最短的一次 而六年之后重出江湖 偏后王妃留给媒体和歌迷的 依旧是神秘二字 就是因为王妃今天让大家斗了很久 你觉得那个怎么样 你现在感觉 就有点小小的失落 觉得她想话太少了 我觉得挺失望的 作为媒体来说 还是希望她能够多说一些 她这几年成绩下来以后 她的一些心得 她的经历 她的感受 但是她现在等于 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然后大家还是觉得挺失望的 错愕的媒体 神秘的王妃 记者立宁北京报道 我杨杨呢又回来了 哎呀还是这样子舒服 看来呢我只能做我的小女人 没办法当天后了 好继续我们的新闻 天后出马呢 艺人是纷纷的把宣传的时间改期 避免呢与王妃撞车 不过王妃的旧爱谢霆锋 就毫不忌讳 同样选择昨天在北京呢 摆起了电视剧的宣传阵仗 可以说是相当的有胆量哦 不过对于媒体来说 大家最关注的 还是谢霆锋的家务事 其实有一两个还在争议 所以我还是让我爸爸 或者是跟所有我的父母 再说一声 让他们决定一下 自然谢霆锋的个人生活 远比电视剧本身更值得关注 在当天发布会上 记者们的提问 更多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 除了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之外 太太张伯芝付出的计划 也成为大家追问的话题 关于和老东嫁约满后 将自立门户 签下太太张伯芝的传言 谢霆锋予以否认 眼见谢霆锋有问被答 媒体继续拘问更多相关话题 只是谢霆锋所属公司的工作人员 立马上前中断采访 让在场媒体有些措手不及 彻底乱了 记者小强终于北京报道 谢霆锋现在真的是很幸福 家有贤妻 旗下又有两个爱子 那在事业上也是有了新的突破 他凭借电影《十月围城》 是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配角 而且他的演技 也是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肯定 那如今他的演艺事业 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天月不断 那就更不用愁奶粉钱了 不过对于还是单身的吴泽来说 现在最犯愁的 应该就是被大家问到 他的感情问题吧 以七位数字代言某护肤品的吴尊 目前来到香港 出席护肤品的宣传活动 在发布会上 吴尊还被问到 有没有帮助过女朋友护肤 一向害羞的他 就变得结结巴巴 含糊已对了 之前帮对方保养没有 因为之前都小时候 比较小的时候 都比较不会保养 对啊 然后就现在越来越了解 保养这一块 吴尊的前匪文女友Ella 最近被传跟富二代赵十一派脱 可是早前记者拍到赵十一 跟一个辣妹在酒店短剧 当被问到对Ella的恋情 有什么看法时 吴尊却不敢多说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我是今天台湾有同事过来 然后他们有买一些台湾的杂志 然后我看了我才知道 有这个消息 那我当然我也不知道 是真是假 对啊 因为这个东西 除非等我遇到Ella本人 我直接问她好了 老板天香港报道 Ella最近呢 是出现了感情危机 不过与她相比 好姐妹Selina 可以说是爱情事业 双丰收 那不仅呢 感情有了着落 而且呢 又和于成庆 接下了我才的主持工作 可以说最近真的是 满面春风啊 哈林于成庆和Selina 接下吴宗宪 就去了14年的招牌节目 我猜 昨天下午 两人正式进行第一次录像 节目中加入了音乐的元素 让两位歌手出身的主持人 擦出不少的火花 应该说我们两个 是第一次合作 对 这样最合乎现在的状况 那我觉得这个希望 藉由这个Selina 在这个年轻族群的超高人气 再加上我对于这个 成熟族群的吸引力 然后让这个节目 维持她以往这个老少嫌疑 大小通吃的特性 希望朝主持界发展的Selina 和今年丰富的哈林合作 让Selina相当紧张 真的是还蛮紧张 但是我一直告诉自己 不要紧张 因为我也刚刚讲 我说我只要一紧张 就成不了大事 然后我觉得哈林哥 她跟我想象中的 有点不一样 之前对她的那一些 就是感觉 就是听传闻 江湖传言 对 就觉得有点严肃 然后或是比较严谨 我就会很害怕 可是相处 我开会了几次下来 我觉得她让我感觉很放心 Selina最近可以说是 事业爱情两得意 而SHE成员的Ella的恋情 似乎却不是很顺利 日前被媒体爆出 与Ella迷恋一年多的 金融界第二代赵世翊 趁着Ella去大陆工作时 带辣妹到宾馆优惠 好姐妹发生这样的事 Selina有没有安慰她一下呢 第一时间我不在她的身边 对 她那时候是在北京工作 那我见到她的时候 已经几天后 她已经看起来是很OK的 我们只相信老天爷 会让Ella很快乐 很幸福了 能否超越吴宗线 还有待观察 记者李爱卿 王凯颖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电视剧宫也开拍了 只不过这部电视剧 并不是翻拍韩国的宫 而是选择了时下最热门的穿越题材 那这样一部宫廷大戏 着时呢是挺让人期待的 那我们也赶快穿越片场 马上去一探究竟吧 只听到现场砰的一声 原来是剧中八阿哥 怒气重天拿杯子出气 这阿哥一发威不要紧 可毛坏了一旁的太监们 大热天满地找碎片 可这一摔可实打实摔的是人民币呀 货金价15块钱一个 你能买的 摔完了杯子不算 紧接着冯少峰又要摔弃了美女来 不过这一下帅哥手软了 为了避免真的打到女演员 冯少峰的一记耳光 不小心还伤到了自己的手 在片中八阿哥冯少峰 对这个奴婢可以说是毫不留情 不过在戏外 冯少峰可真是一个零香心语的人 刚刚还是怒气重天 马上就对女奴婢温柔起来了 我尽量借会 那你反应够大人 好 带了去守候要打你 三十两个进去 我能放进去 三十两个进去都摸出来 这是你戏里第一次打女孩吗 对啊 太愤怒了 她呢就是老想要 勾搭我 她在戏里面是一个很坏的一个女孩 对这样一个很坏的女孩 八阿哥还是怜香惜玉的 一个巴掌接一个巴掌地打下去 这场戏足足恩基了六次 不过这个在戏里 有很干打的奴婢却毫发无伤 这全仰仗冯少峰的用心良苦 为了拍好这场戏 冯少峰可是做足了功课 这还好 位置还好了 我量了很多遍 应该可以 我是练过的 练过 这个也是 就既要像 又不要打到面 但是要跟这首说好 让她反应做得大一点 好一个联想细域的八阿哥 猪猪就陪恒电报道 因出演战机中版神刀侠旅 而走上电视荧幕的杨幂 凭借《仙剑三》《美人心迹》 而被观众慢慢色熟知 在新版《红楼梦》中饰演的 情文一绝呢 更是让她的人气直线上升 如今在中国版工这部电视剧中 杨幂是挑起了大量 灾人与一号 电视剧功正在恒电热拍中 说到热拍真是一点不没过 当天拍摄温度高达40度 杨幂的戏服已经早已被汗水 洗了一遍又一遍 不过脸上的妆还依旧保持 究竟杨幂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所以你没看过手里 已经抓一块纸巾吗 已经变成这样了 拍戏的时候就这样藏起来 就是这样藏起来 讲话什么的 然后戏开完 立刻打出来擦汗 就身上已经都 其实每天都湿透了 就中午休息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衣服截起来 然后晒在那晾一下 大热天拍古装戏 坑苦了身体 本来就不怎么结实的杨幂 不过杨幂还是一个 十分机灵的丫头 如此辛苦的古装戏 还是用了一些小妙招 去缓解自己的痛苦 由于在戏里 杨幂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 进入皇宫 还必须从基层做起 所以当宫女的杨幂少不了 就要给亡孙贵族们下跪 不过好的杨幂在现代 看过环珠格格 因此懂得用贵的容易来缓解痛苦 因为要贵在这儿嘛 而且整场戏都要贵 还挺疼的 带一个贵的容易 其实还好 因为导演也不太管我怎么演 那其他人可能都是要一些礼迷啊 或者说是看见二哥或者怎么样 那我这部戏里面随便演 当然也不太管我 因为他是穿越过来的嘛 他不太懂这边的规矩 那所以我见到八二哥的时候 我就直接 就这样打他 然后八二哥都傻了 他打我 演员真的好辛苦呀 猪猪九培恒定报道 现在娱乐圈当中 做出一顶成绩呢 艺人真的是要付出很多很多努力的 你看郭彩杰为了新专辑 烟火是整整跑了两个月的宣传了 皮肤晒黑了 那睡眠呢也是严重的不足 唱片公司也是非常贴心的 送给他一张绩效 希望他好好的放个假 那这对于艺人来说 真的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吧 穿着美丽的小洋装 郭彩杰开心庆祝 专辑改版 以及拿下台北电影街 最佳新人的好成绩 唱片公司还大方安排 郭彩杰去美国度假 送上往返机票 为了他这些日子来的努力 其实就很想要休息 可是其实又不太敢 就是直接把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就丢下 所以我觉得可能 如果真的近期没有机会的话 可能就到过年吧 过年应该全世界的人都在放假 那时候我应该可以放假了 电影《处女座》一夜台北得奖 接着在八月中 郭彩杰和庞宇燕 及明道的另一部电影 近在咫尺又要上档 不知郭彩杰是否压力很大呢 但是还好 因为这次就是 还有彭于燕啊 明道啊 还有其他人 可以跟我一起分担这件事情 所以就 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不过我觉得 更期待是大家可以看见 就 呃 除了一夜台北之外 就我的一个新的电影作品 呈现出来的一些突破 或者是一些更进步的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记者 王云岚 方信心 台北报道 赛奇威梦想奋斗 欢迎来到时尚常人环节 通过热心观众的票选 都能获得时尚常人 成号的明星 那就是蔡依林 恭喜论台网名叫做 相思寸心知的朋友 女获得了 由赛奇图协服提供的 精美运动装备一份 以及男亲妈妈 亲笔签名的CD一张 好了 再来看看 今天提供的时尚常人 候选人有哪几位呢 她们分别是 A 王飞 B 谢霆锋 C 无尊 D 茨琳娜 好 大家快把你 心目中的时尚常人 选选告诉我们吧 并且告诉我们 今天选择她的理由 我们今天的奖品 依然是由赛奇 运动协服提供的 精美运动装备一份 以及林俊杰 亲笔签名的CD一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